大家好 我是周庭熙 很遺憾我不可以親身參與為蘇家豪集氣的活動 不過我仍然希望透過短片 來表達我對澳門未來的關注 過去幾年蘇家豪、鄭明軒、新澳門學社的朋友 和我在過去為澳門爭取社會公義、民主、人權的過程中 都經歷了不少的風風雨雨 蘇家豪的立法會議員議席 不單單關係到新澳門學社年輕化的命運 亦都是澳門選民集體智慧所作出的選擇 當政府和他的宣傳機器 不斷要求市民遵守法律規定的時候 市民更加應該要求政府全面去服從法律 尤其是不可以選擇性地當保障公民基本權利 和約束公權力行使的部分無道 新澳門學社曾經揭露或批評的眾多事件中 棋藍捐款醜聞只是冰山一角 我希望想以澳門為家的朋友 會用自己是主人工的角度去想像澳門的未來 我相信要透過民主和不斷的公民參與 才可以將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上 我在2017年9月去讀書之前 一段長時間都有撥躍參與澳門的公眾事務 總體來說我沒有理由去叫澳門市民去期待澳門的法院 不會伸張正義 但是據我的經驗和觀察 在個別的敏感案件裡面 澳門的司法系統的確沒有顯示到 有連貫這樣去跟隨重要的原則 無論任何人對澳門法院的信任有多高 司法獨立不等於司法程序 可以絕對免受公眾監督和批評 我希望今次的事件能夠提醒澳門市民 公民責任不局限在投票的一刻 如果沒有廣泛的公眾參與 單單靠一小撮對民主、社會公義、有心的人 能夠做到的事是很有限 無論12月4日的投票 甚至後續的司法裁決結果是怎樣 對澳門還有夢想的人都要繼續走下去 我希望公義可以彰顯 多謝各位,再會